刹车系统在每一辆车里面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不过其实你知道吗 刹车系统其实有分成很多的种类 究竟什么种类适合什么样的车型 然后我们的车是 如果要升级又要升级到什么等级的这个刹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刹车系统 其实刹车系统它的性能好不好 主要是看两个地方 两个配件 第一个就是刹车的卡钳 就是brake caliper 还有一个就是刹车的那个碟盘 就是brake disk 这样子很多人会奇怪 这刹车卡钳有的是小小个 有的又是中等 有的就很够力大 大到整个半个disk给它cover到 这个就是俗称的大鲍鱼 可是很多人很奇怪就是 到底这个刹车卡钳 brake caliper有几种类型 其实一般上呢 我们都是只有五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车都在用的 像honda city啊 mivy那些就是叫single piston 就是单活塞卡钳 然后一个就是呢 像continental car比较多用啊 像bmw f30啊 fxw的jeta等等啊 golf gti那些都是用 双活塞卡钳 就是twing port 这样四活塞就是这个4port啊 就是 鲍鱼的beginner 很多人会改装这个4port啊 然后也有当然高性能的车款 原厂也会标配啊 像那种 a35啊 a45啊 那些 hyundai的i30n啊 honda cv type r 都是标配四活塞 4port 然后6port还有8port啊 就是这两个 通常呢都是 跑车或者是 超跑 就像nissan gti啊 ferrari啊 lamboy啊 才会用到6port 还是 xport 这样很多人会奇怪啊就是 这个port就是所谓的活塞 是什么 然后这么好像越多越厉害这样的 其实这个活塞呢就是brake里面的piston 它的主要 功能呢是推动刹车片来 咬合那个刹车的叠盘 这样子就提供个刹车能力啊 自动能力 当然活塞越多他推动的那个 面积跟压力 还有那个力度也更大 所以你的brake就更加刺 像是那些 a45啊 nissan gti啊 他们用到6port 4port 8port都好 他们推的那个活塞就很多 前面 也有 后面也有 他推的力更大所以刹车性能也会更加好 除了刹车卡前啊它的活塞有分 那个数量跟种类以外啊其实它的尺寸就是它的大小 也是一个 会关系到刹车性能的一个 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4port 有些4port很小个有些4port就很大个 像fk8 type r的 它的4port是很大 可是有些你会发现到有些小车它们改装 升级去4port 它们4port很小个 那个叫mini 4port就是它的活塞是很小力的 如果讲这个mini 4port呢 compare跟 Volkswagen golf r的这个 Twinport Kalibus 其实 Volkswagen golf r的这个Twinport呢 虽然是两活塞 可是它的piston是很大力的 所以当它在受力在推着那个刹车边的面积跟力道 它的这个表现啊分分钟还会好过mini 4port 所以不一定是活塞越多就越好 主要是看这个Kalibur的活塞的尺寸 还有它的这个性能 这样子也有人会问了 如果讲我想要改装我想要升级 我的刹车可以吗我要换4port 6port 可以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的车今天是原装的状态我本身是 不建议你去更换的因为每一辆新车啊在原厂 在product的时候在生产的时候到出来 他们这个过程都会 调教啊会测量会测试过整辆车的重量马力扭力 甚至是轮圈的尺寸 全部东西都会经过一个测量然后去制造这个刹车系统所以你原厂的刹车系统 绝对是 符合你的车 所以他给到你的这个安全性跟刹车表现都是 最完美的 所以如果你的车是原装没有改装啊就是你没有改到那种 呃 改到动力啊加了多少个hp多少个Nm 这样子其实你可以直接保持原装的状态 如果是讲你的车今天改到很够力了真的是 会飞了就是加了 百多hp200hp 然后tork也很高你的车很快 这样子可能你可以考虑更换 更好的刹车卡钱毕竟你的车快啊 你的这个动力输出的数据已经跟原厂不一样了 所以你就可以考虑更换 这样说这一方面要注意以外其实还有个如果你真的要升级大鲍鱼啊 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brake pump能不能 support 到这个大鲍鱼 因为其实小编本身的朋友啊有遇过就是 他原装就是普通的一个caliber就是一活塞 他upgrade去4port后呢其实everything还是很好啊还是ok的 他一upgrade到6port的时候呢他的brake就不吃了然后他的brake还很低 然后回去check过后 才知道原来他的brake pump是support不到 因为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啊 这个brake pump原装就是support这个singer piston的你upgrade到4port他还勉强可以support到给你 可是你upgrade到6port 6port要的这个压力要的这个由来的速度全部都 很大所以你的brake pump根本就是support不到所以这一方面如果 你要upgrade你的brake 你要搞清楚你的这个brake pump是否 适合你的这个大鲍鱼 讲完了这个brake caliper刹车卡前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刹车盘 brake disk 这个东西呢其实一般上比较常见的是只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普通的咯就是我们这种 City啊 Corona Civit啊 Myvi用的这种普通的 还有一种就是 跑车用啊超跑 就像那些Porsche那种就是 碳纤维陶瓷刹车铁盘就是carbon ceramic 所以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普通的就 都讲普通就是普通了咯 这个碳纤维陶瓷刹车铁盘呢 它的好处就是他能够看高温 就是当你在很激烈的刹车 然后不断的在刹的时候温度打到非常高 我们一般的普通的刹车铁盘在一个温度 太高的时候我们的刹车铁盘基本上会变质 会导致到这个刹车 变到 性能减低很多 如果是这个carbon ceramic 碳纤维陶瓷刹车铁呢 就不会他能抗很高的温度所以在 激烈驾驶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维持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给你 再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刹车铁盘啊 它上面有很多 洞啊还是花痕啊 你们应该也会发现到有些人特地会将自己 的这个刹车铁盘送去给人家 挂线啊 转洞啊 然后可是有些车原厂标配就 会有转动或者挂线 其实这个function呢 最主要是要排除刹车分层 因为我们在刹车时候刹车皮一直抹 它会有这个分层 所以呢 这个刹车分层就会粘在这个刹车皮上啊 导致这个刹车皮的这个性能会降低一点啊 所以有了这些 打孔还有这些花痕呢 就能够有效 排除掉这些刹车分层 假如是讲你自己拿本来没有打孔的 这个brake lead去打孔去挂线那些能不能 其实这一个方面我并不是很建议啦 因为人家原装的 是真的是有根据 测量啊然后是有根据你的刹车的这个性能表现的参数那些去做 如果你是你自己 爽爽这样就去打孔那些呢 还是建议不要啦毕竟你的这个刹车跌盘啊 他 如果转动转到太大或者是你刹车跌盘 本来就不够厚了你再去转动去各线 会导致 在高温的时候你的刹车跌盘 出现裂痕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跟这个刹车卡钱 非常有亲密关系的一个东西 就是轮圈 没有错就是你的rims 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两个是 互补的 就是当你升级了你的刹车卡钱 变更大 还去鲍鱼了 大鲍鱼了 你会发现到可能你原厂的rim 已经是装不进了 会顶到这个刹车卡钱 这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下这个轮圈 跟刹车卡钱的这个配合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下这个轮圈的 讲看啊 他的参数是什么 一般上我们只会看三点 一个轮圈就是看 他的ED值 他的PCD 还有他的这个 JJ 不是领俊杰啊 JJ就是他的宽度 这样子我们先讲ED值 这个ED值 offset啊 他的数目越小 他就会越靠外 如果数目越大 他就越靠内 他会在你轮拱的这个 里面进进处处就对啊 如果是这样 比如我们一般上的这个ED值都是 26到32之间 这个是比较标准 比较 basic的一个参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你的ED值 在这个range里面呢 他的 这个轮圈跟这个轮拱 是 堆齐的 如果是讲你的这个参数再少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轮胎是跑出来一点的 如果 相反的如果你的这个参数越高越大 他就会跑进去里面 这样其实这个offset啊 跟这个刹车卡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我都讲啊就是他的这个offset会关系到轮圈的处跟近 这也代表着 他跟这个刹车卡钱啊 如果是想你换了鲍鱼 自然一定会比原装的大很多 所以如果是想你offset 太高 他越近 越靠内啊 根本是装不进了因为他会打到你的这个刹车卡钱 所以当你换了这个鲍鱼呢 你选RIM就尽量选ED值比较低的 就是越靠外 这样子就可以散到你的鲍鱼 你的鲍鱼就会被保护到 再来 第二个轮圈的参数呢就是PCD PCD呢 其实就是 当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轮圈锁进去的时候 通常都是4个或者5个NAT 就比如continental卡就到了就是5个NAT 像我们这种日本车呢就是4个NAT 就是1234或者12345 所以当你锁够 他这个固定孔 整个圈的这个纸径呢 就是PCD值啊 这样子打一个比方啊 Foxwagen Jetta 它是5个NAT 然后他的这个参数是5 乘112mm 这代表5就是5个NAT 112mm就是他这个固定孔 连成一个圈过后的这个 的这个圈数的这个PCD值 接下来最后个就是JJ 这个JJ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轮圈的宽度 一般上我们原装啊 像HONDA CITY啊TOTA VIOUS啊都是6.5或者6J CIVIC没有错的话就是7.5或者7J 这样子 这个轮圈很多人会有想到就是哦轮圈越宽 就就车就越稳哦 这样我换轮不是换越宽就好哦 我找8J 9J 7.5J 可是其实不是啊 轮圈越宽不代表你的车越稳越好驾 因为如果比如讲 Polodorm IV 它原装是5.5J 如果你up到7J还是OK的 7.5也是OK的 如果你up到8J的 宽度啊 你会让你的这个方向盘变重 甚至你车的这个力数也会降低 因为 它太酷啊根本不适合你车的这个 中量啊还有整个的操控表现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不是越宽就越好 要找到最适合你的 爱车的这个轮圈的宽度才是对的 如果你的爱车是改有大鲍鱼啊 这样有个东西你要注意也是关于到这个轮圈的 就是 ARDIS 其实这个东西讲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不过 这边放个图给你们看啊 你们自己看一下 看图说故事啊 其实这个东西呢 简单一点来翻译就是 你的这个轮圈的这个body啊 那个一只一只啊 那个一只只它会稍微比较 要就是 弯 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 或者是直的嘛 它是比较弯的 那个弯就是故意散那个鲍鱼 这个我听说啦 是可以 找人customize的 把这个是要原装的 像那种 Works啊那些 他们可能可以帮你customize 就是你的这ARDISPING跟弯 散你的大鲍鱼 所以 如果你的车搞大鲍鱼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总结来讲如果今天你要 升级你这个刹车啊 这个大鲍鱼你要upgrade到大鲍鱼啊 你要注意的是像最重要还是你的轮圈 还有你的这个 呃 BREAK BAM啊那些 看能不能适合到你的这个 大鲍鱼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啊这样子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更加多的关于汽车知识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们会尽量reply啦 还有记得一定要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我是Jaden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